台灣帶您說新聞追真相 今天我們要來聚焦 全國三級防疫不但延長 而且再加強 指揮中心今天祭出了 強化三級五大措施 但這樣的防疫強度夠了嗎 有專家認為不僅不夠 而且時事時間恐怕也太短 在今天我們將透過新聞鏡面 帶您詳細解說 目前各國的防疫嚴格指數 同時更要來關心 我國的防疫指數 到底被打幾分呢 首先我們要來先看到 這個是昨天指揮中心宣布 全國的防疫警戒第三級 要延長到6月14號的這一天 那麼不但時間要拉長 而且今天宣布規範也要再強化 在今天公布了加強版的五大措施 介面上頭整理出來 首先第一 外出全部都必須要戴口罩 以前還會勸導 現在不勸導直接罰 第二點 公告關閉娛樂場所不得營業 如果違規的話不但業者要挨罰 而且顧客跟著一併罰 此外全國餐飲業者一律都採取 外帶禁止內用 同時結婚不可以驗客 婚禮也不得舉行公祭 只能夠用小規模的家計來取代 此外宗教集會活動還有宗教場所 全面都要關閉活動也將暫停 目前所宣布這樣的規定會實施到6月14號 大家心裡其實想問 等於是我們會再延長兩個多禮拜 但是到時候過了6月14 我們就能夠解除三級警戒了嗎 在今天各界有一些標準出爐了 像是感染科醫師李秉穎醫師他就認為 想解除三級警戒的條件 那麼首先 每日新增的確診人數 必須下降到30人以下 同時R0值要小於1 這樣子才比較有可能 把警戒回到2級 至於雙北市長的部分 他們身為疫情的重災區 也各自提出了見解 像是台北市長柯文哲就說 想要恢復到2級的話 首先打疫苗是必備的 而且很可能是必須要 關閉大眾運輸工具三個禮拜 同時快篩陽性的 要把它們進行一個集中管理制度 等於是一個比較強硬的封城措施 但是新北市長侯友宜卻認為 他覺得當然取得疫苗 大家的看法都是一致的 再來首先是重症患者 收治他們的醫療釀能 必須要充足 同時要請市民配合低度活動 所以我們以現階段的防疫規範 想要降回第二級 顯然還有很多難關必須要克服 只是現在關了還不到兩個禮拜 有些人已經快要受不了了 以國際標準來看 我們的防疫到底是足夠嚴格 還是仍然過於寬鬆呢 我們馬上要透過下一張鏡面圖 來看看各國防疫嚴格指數 台灣到底得到了幾分 好 我們剛剛提到了 台灣的這個防疫措施 已經從第三級升到了強化三級 那以國際標準來觀察 夠嚴格了嗎 其實專家認為台灣的警戒強度 恐怕還是不足 因為像是牛丁大學 他們就制定了一套叫做 各國防疫嚴格指數的標準 來幫各國打分數 現在鏡面上呈現的這個 就是這一套防疫的標準 相關的指標 首先包括了有哪些 包括了學校有沒有停課 公共場所有沒有停班 還有公眾活動有沒有被打XX 也就是被禁止 同時群聚人數也要有一個 相關嚴格的限制 此外大眾運輸有沒有把它關閉起來呢 有沒有實施居家禁令 還有國內移動和國際旅行 統統有沒有被嚴格的規範 那這把項只是在這個評分項目當中 跟封鎖和防疫有相關的 還要再加上另外有四個 是政府經濟相關的政策 還有五項是公衛系統有關的 包含疫苗研發等等 其實主要的考核項目 應該是有17項的項目 然後它每項會根據管制力道 給予0到3分的評分 最後會列出最低是0分 最高會是100分的一個綜合指數 那這個就是牛津大學 他們從疫情爆發以來 所提出的一個嚴格指數的標準 那我們繼續來看到 台灣到底得到幾分呢 我們現在在這張鏡面圖上呈現的 就是以在疫情爆發以來 一直到現在台灣的防疫嚴格指數 標準它的一個分數曲線的 一個變化圖 其實去年一整年台灣的分數呢 大多都是維持在多少呢 大概是維持20到30分 最高點在去年最高 就是在這個時間點 也就是去年的3到5月份的時候 當時其實最高也只來到了 31.5分 後來其實都是相對比較低的 甚至最低點出現在去年的時間 大概在年底的時候 甚至只有19分 這是台灣的防疫標準 後來這個曲線 大約都是維持在2 3分上下 顯示國國因為疫情 去年不嚴重 所以管制也沒有這麼嚴格 分數當然就不會打太高 但是今年看到了這個曲線 馬上直接往上衝 我們來看看 就以這個5月15號 來當作一個指標 為什麼以這一天來當作指標呢 因為這一天確診人數 一下子暴增到三位數 我們就以5月15號 來當作一個分界點 在它的前一天 5月14號的時候 台灣疫情的防疫嚴格指數 只有幾分呢 25分 在15號當天 禮拜六 大家印象應該很深刻 當天確診180人 這個分數馬上就翻倍了 變成了50分 在5月18號 雙北宣布停課軟風塵的時候 曾經一度在這個時間點 來到了56分 在昨天也就是5月25號的時候 我們的防疫嚴格指數 是74分 目前預計維持74分的強度 大概會維持不到4個禮拜 那這樣夠嚴格了呢 我們來跟其他國家來相比一下 不要比太遠 就跟亞洲鄰國相比 其實日本還有韓國 他們目前的嚴格指數幾分呢 日本49分 韓國50分 其實都不算太高 都是比較寬鬆的 那中國稍微高一點點 但也只有多少 68分 比我國還要低 相較之下只有目前疫情 非常非常嚴重的印度 他們才拿到了81分 是比我們更嚴格的 所以說台灣目前74分 相對來說 算是比較高的亞洲國家 但是醫師認為 如果想要靠這樣74分的 防疫嚴格指數 讓疫情控制 讓它降溫的話 其實不太夠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到就是潘建制醫師 他提出了他的看法 他就以以色列 紐西蘭 還有韓國這三個國家來舉例 他說這三個國家呢 其實在第一次封城的時候 就一下子 把他們的嚴格指數 拉高到了80分以上 而且至少維持多久呢 至少維持兩到三個月 後來疫情才能夠逐步獲得控制 把這個疫情慢慢的降下來 所以我國現在是74分 而且預計維持不到四個禮拜 那我們對比國外的經驗來做觀察 大家到底還要忍耐多久 心裡應該有個底了 馬上為您帶來我們的報導 上班尖封時段 人車少了一半 小孩停課大人遠距上班 盡量在家躲病毒 但這樣的生活還要維持多久 疫情三級警戒到底何時能解封 疫情趨勢會逐漸下降的區 有明顯逐漸下降 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每天的確診數目 可以降到二位數以下 除了確診數要降低 個案分布區域也要縮小 才能考慮解封 而萬方醫院潘建制醫師 在臉書貼出以色列 紐西蘭以及韓國封城的警戒曲線圖 分析三個國家首度封城時 警戒強度都超過80分 大概兩到三個月才能把疫情壓下來 不過解封後過了一到四個月又再度升級 而這些國家當時流行的 都是最初的武漢病毒株 看看臺灣目前警戒強度被評為74分 但主要流行病毒是英國變種株 傳染力更強 根據他國經驗來看 臺灣三級警戒恐怕會維持兩到三個月 而疫情趨緩後 還可能會再度升級嗎 英國拖了兩個月到三個月 那麼到最後讓政府不得已實施四級警戒 之後因為補上了疫苗 才慢慢到今年的事業 才開始把疫情降低 要不要擺了以下 沒有大規模是打疫苗可能很困難 我到年底要 那就很不錯了 專家指出想在6月14號 順利解封挑戰很大 要加快解封的速度 全民打疫苗是最大關鍵 記者綜合報導 他就是在下方的確認識 他就在下方的確認識 而是在下方的確認識